東南大戰的戰方沒有預期緊湊 更加是一面倒 勞高六分鐘的入球 為東方揭開大勝的聚幕 南華全場具威脅的埋門不多 這次就被葉鴻輝飛身拍走 轉過頭東方入第二球 敵高飛鼎被擋出 他再補射入網2比0 南華的防線也都宣告崩潰 梁振幫推底全中 後被上陣的墨基快門將一步督入 完半場前的保時階段 南華的守衛又一次低級犯錯 被米曹門前頂入成4比0 換邊之後的初段 東方再一次將角球攻勢化為入球 見攻的是敵高 輸到0比5的南華 只能夠由加藤有界破彈 不過難阻球隊 落得今季最大敗將 將會在季後掛血的鄭紹偉 亦都搏到盡爭取試過 這次彈倒置下 被曾文輝撲跌 獲得12碼之餘 曾文輝亦都直接領紅牌出場 鄭紹偉親自操刀射入幫東方埋齋 最終大勝6比1 晉級決賽 會和元朗或者是南區 爭奪來界瓦冠杯資格 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謙報道 說得很好 超級道路 騎士 居然是